心中式餐桌椅組合 坐地式儲物櫃都是用上心中式 單位設計在簡潔中帶有冷吊 北歐風格有很多不同的類別 有些是粉色系,有些是純白 這次主要用一些深色的木紋 甚至黑色的層面去襯托 屋主很喜歡簡約的風格 但不想單位太淺色,不想太純白 所以就用了一隻深啡色的木紋去襯托 大範圍都是北歐的風格 但它是以白色底色再襯托一些深色的元素 好像客廳這邊的長身和梳化都用上白色 對面掛牆電視離地的儲物櫃換上深色 單位大約700呎,先天優勢是廳的兩邊都有大幅窗戶 採光度充足 室內的燈光設計可以側重在提升格調 營造氣氛多過實際照明 飯廳這邊窗台和內框刻意猶上黑色 除了想貫徹設計風格加入深色元素之外 更重要是將成組的冷氣連風槽電製等機件隱藏起來 深淺對比之下也令旁邊模型的長身更突出 這幅牆其實在大門的正前方和地板鋪砌的方式配合 可以起到分散視各焦點的作用 入屋雖然是一個比較窄小的圓關 未必有太多自然光進入 但希望從不同的地板線條 又或者是一個弧形的線條 帶動到一些賓客來到單位的時候 可以順著這個方向進入單位的飯廳 長長的走廊通往睡房 深色門框和拱形門頂的設計 同樣都可以將視角焦點轉移 亦都可以拉高樓底 一次過淡化走廊窄場和減低壓迫感 單位其實原本是三房單位 現在就變成四房 最主要因為可能將來有小朋友出生 可能會請工人姐姐 所以將一間房變成一邊是工人房 一邊是藍匯主會用到的工作房 其中一間房一分為二 可以用的空間自然大大減少 無論工人房 或工作房都做了地台 增加基本的收納空間 主人房設計用了比較多冷色 床背一幅水泥牆最搶眼 即時令整個空間感覺更型格 可以看到用一種深木色 再配水泥色的元素去配合 在這間房間其實也有些不特別的圖案 你會看到床頭筆做了一條條條子紋的層面 另外衣櫃也是做了條子紋去配合 所以變成在主人房上面 我會覺得在這個單位裡面 主人房有它的主人房的特色 跟客飯廳好像一樣 但其實有些元素是主人房才會有 浴室大碗全黑設計 除了座廁 浴室門長身 洗手盤石材都用上牙黑色 這幅玻璃堂門後面是屋主為未出生的小朋友 準備的睡房 夠入的傢俬色調形狀都充滿同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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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